- 歡迎大家收看今天的AI News 我們今天來了兩個非常特別的 算是我們的觀眾了對不對 那今天來這個地方最主要是要分享 家庭教育的一個東西 因為很多的華人父母對於家庭教育 是有非常的有排斥性 甚至有點恐懼的 那今天這兩位媽媽 我們遇到簡直就是一個神機 但是他們已經家庭教育了一段時間 我們今天就只是想來討論一下 華人家長對於家庭教育的恐懼 那我們先請兩位介紹一下自己可以嗎 我叫Lily 是從中國大陸東北來的 但是我來了25年了 時間比較長 然後我在Homeschool的孩子 我兒子是從小學畢業 我開始Homeschool 女兒呢是高中第一年在私立學校 然後呢覺得也不合適 那十年就開始進入Homeschool 所以現在我兒子是高中四年 然後我女兒是大學三年 我叫Sunny 那我們全家來美國呢是今天是第六年 我的孩子呢開始Homeschool是從去年上八年級開始 但其實說實話我們並不是真正的Homeschool 我們現在還在公立學校的Independent Study 但是我們參加了一個基督教古典教育的一個Homeschool的項目 是一個人文歷史的項目 那我想要一開始先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很多華人對於Homeschool是有恐懼的 這我一開始提到 你們一開始也有同樣的恐懼嗎 就是說我不想要去做這樣的事情 因為Homeschool聽起來就好像我要負很多責任之類 你們會有這樣的感覺嗎 我先來說吧 你先來說 因為這個恐懼 對到現在其實心裡還有 從一開始我其實完全不知道Homeschool是什麼 如果說從一個新移民 尤其是從中國大陸來的這樣的新移民的角度來講 我們對教育的理解就是在學校裡面按照這個體系 一點一點的走上去 那我們理解的Homeschool是有特殊需要的 或者是說你在學校裡邊沒有辦法正常的去接受教育的孩子 需要在家教育 但是在我去年 我覺得這就是神給我的一個神迹 給我的一個開路 在那個時刻我了解了真正的Homeschool之後 我得到的信息 得到的啟示 就是其實這不是一個教育體系的選擇 這是一個你的生命真正的根基 扎在什麼地方的這樣的一個選擇 所以你說心裡面沒有畏懼 其實是有的 因為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裡面 所有的基督徒都會面臨說我們在面對世界的時候 我們用什麼樣的態度去面對 我們是不是真的能夠靠神而不是靠自己 所以這種懼怕跟我們信仰跟我們信神的任何事情都是一樣的 我Homeschool算對中文來說比較早的 那就是因為我孩子小的時候 小學一年級吧 就在一個基督教建立的一個體育的一個sport裡面 所以呢我們接觸到的孩子全部就是我兒子 我也是中國人 我也是中國人也是從中國來嘛 然後我不僅在美國也沒受過教育 在中國我也沒受過教育 因為我是搞專業體操的 六歲就開始練 小學四年級的時候呢 就被省隊就給挑去了 就搞職業了 一直到寶宋市上了大學寶宋進去了 也是為了學校比賽嘛 所以就是我的 等於是一個職業生產是體育 我沒有只上到小學四年級 所以我在想說你們誰都可以Homeschool 我是不可能的 但是就是到了我女兒進入高中 然後我兒子小學畢業 他們兩個孩子就要求說 我要Homeschool 我沒想Homeschool 所以我來他們都說過 我當時就說你膽子很大 其實也不是了 就是說在從一年級到六年級這個階段 一直接鎖Homeschool的孩子和家庭 這個他們對我的影響還是挺大的 就是說我不是說腦袋一熱就去做這件事 實際我看到這些孩子家庭的這個 就是那個關係之好 男孩子跟媽媽的關係 女孩子跟就是 而且他們有各種的這種 怎麼說呢 就是一些活動 就是很溫馨很好 而且我們家孩子都是很 就是不太會講話 我就想 在不上學更不會講話了 對吧 可是我看到這個Homeschool的孩子 跟我們在一起以後呢 你問他幾點了 他不僅告訴你幾點了 告訴你這個表怎麼見的 都告訴你了 我就說這是Homeschool的孩子 比我們那些孩子會說話呀 所以就是他們這幾年對我的 就是真正跟他們生活下來以後 才覺得 而且甚至他們到Teenage的時候 沒有一個反叛的 就沒有見到這樣的 就特別特別的好 所以這個對我影響也挺大 所以我當時就想 既然孩子決定了 我們就試試吧 但是我說實話 我就說OK可以 當時我先生跟我講了一句話 他說你Ready了嗎 我說我Ready了 什麼時候他們想要都行 反正是他們學嘛 那我先生說No 他說不是 Homeschool不是 Just about the kids 不是只是關於孩子 是你和我 我們都要一起學 我說OK 那真正開始學的時候 我才知道Homeschool真正的 含義是什麼 就是真正不是 只是在學知識而已 真的不是學知識 在我在剛進入的時候 後來才理解到 我們在找哪個學校有名 是十分九分的學校的時候 Homeschool這些媽媽都在講說 這個學校教的是知識還是智慧 而且我們還在找說 哪一個學校 什麼收學率高的時候 這些Homeschool的媽媽都在講說 她傳授給我孩子 就是愛還是恨 就是完全的 他們在對這個孩子 所以我學了很多 從這兒開始了 等於是一年以後 我才真正的了解 真正的 Homeschool是什麼意思 Wow知識還是智慧 我覺得這很多人是 不知道這兩個東西的差別的 講得很深 不只是學生而已 包括媽媽也會這個樣子 那你們一開始的時候 像說很多父母會覺得說 自己英文不夠好 自己沒有在美國上過教育 你說什麼今天要教一個美國歷史 根本就沒有資格 或者是不知道怎麼教小孩 你們當時會有這樣子的顧慮嗎 就說我英文不夠好 然後我在對於美國教育系統 我不了解 那我都不了解了 我怎麼能教我小孩 怎麼能產生這種Homeschool 你們會有這樣的想法嗎 我一開始的時候呢 其實確實是這個對我來講是個障礙 因為我的英文也不好 新移民嘛 那其實我原來對學校教育這個系統 是研究的非常透徹的 就是怎麼能夠我們華人說的內卷 怎麼能夠推娃 讓他們能夠通過學業 還有包括各種活動 各種所謂的包裝 讓他們能夠上什麼樣的學校 我是研究透了 所以當突然那一個時點 很短的時間 我們要Homeschool的時候 我完全進入了真空 我不知道我該怎麼辦 然後我就陷到了另外的一個 我原來的概念的教育體系的 一個海洋裡面 所以我就說Homeschool 其實它的這個整個的體系的資源 也非常非常多 也像一個大海一樣 就是到處都是各種各樣的資源 那當我到這個海裡一開始的時候 我不知道該怎麼去找到方向的時候 我會茫然無措 所以心裡就會懼怕 到底我應該選哪個 才是對我孩子有幫助的 到底選哪個才是 能夠支持他的學業成長 又不放棄學業 又能夠讓他生命真理扎根的 我不知道該怎麼選後 心裡一定是懼怕的 而且英文又不夠好 不知道該怎麼去比較 怎麼去選擇 但是慢慢的其實靜下心來 去一步一步走到現在的時候 我才發現 有的時候你去選擇 比你這個捨棄還難 還不如你先捨掉 先回歸到最根本的 說先看自己的孩子 首先的最重要的是他的生命 他的生命是不是扎根在真理裡面 首先看這個 然後看他是不是有能力 去承擔起自己的責任 做一個男人就是要做一個好男人 然後才是他是不是有能力去服務 這個周邊的社區 這個作為人的能力這部分 所以呢 這樣由近即遠的來看的話 心裡就安定了 每當我們再想到這一點的時候 就會摒棄這個世界的那麼多的聲音 然後就回歸到安靜的 就是我們得救在乎歸歸安息 得勝在乎平靜安穩 我們就會回到這一點上來 那所以呢就是現在其實我還是回到剛才的話 我還是有害怕的時候 會覺得這個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但是這個都不重要 你懼怕的東西其實是世界給你的那些 你不知道的東西 你最篤定的就是我們知道 我們是靠著神得勝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站立得穩 這一點篤定了之後 其他的那些懼怕都是謊言而已 那像兩位我想問的問題就是 很多的人覺得說 像你一開始說的一樣 homeschool是給有問題的家庭 或者是那個小孩 像說他有特殊需求 我知道很多東西是 那個小孩是運動員 然後那個小孩是專門打高爾夫球的 然後因為他常常要去比賽 然後常常要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他們家要homeschool 大家會覺得說 homeschool是一個就是沒有必要 大家就是平常上正常的課 不然的話會跟不上 你們的小孩會有跟不上的這個情形嗎 我來說就是實際從我自己家裡的 就是我女兒因為是十年級進入進來 當時我女兒實際是在 其實會很好的學校 她很聰明 所以她幾乎拿A和B是不用學習的 很快就隨便就可以得了 你從來沒努力學習過 然後在九年級進入到一個 Western Christians學校 她上了不到一年最高 都是baby sitting 都是我不喜歡這個地方 而且她雖然是基督教的學校 但是她說the kids are the same 她說可是教就是 老師和校長的goes ok 可是孩子是一樣的 甚至有的人用聖經來說 謊說我更不喜歡 我寧願回到pubble學校 後來她就說 那我就我們try home school 她真正當時我們這個home school 我是語言完全是文盲 我可以講是用出來的 不是學出來的 她很會研究我 我還真的是不會 但是呢就是home school的領域 是非常非常的廣 你可以給她選擇 各種各樣的program 就是我雖然不會教 我把她帶進一個program裡面 所以我就知道 哎呀真的是神在帶 這個孩子 我女兒一進到高中的時候 她們現在就是 現在她們學這個 我女兒在帶這個program 當時那個班級 有30個孩子高中 9年級到12年級在一起 然後她兩個小子一堂 叫Dr.Gran的一個課 實際是大學的課程 她們是高中home school就學 這個program是比較tough的 我就選擇比較tough的 然後呢她在第一天 大家就是沒有沒有課本 只有兩個小時的class 就全部要手機筆記 我女兒竟然不會記筆記 看到別的孩子就說媽媽 我好笨哦 她們竟然記20幾年 我兩頁沒記下來這樣 她說我現在才知道 我竟然不會學習 對然後這就是差距 她當然了半年以後很難 就是她的學習是完全跟 她的學習是不一樣的 然後呢她是就說 我就是給你一個問題 在書上是找不到的 這個問題要你完全消化理解 用正確的價值觀 在聖經的基礎上 你才能回答正確 這個要經過大概半年 它是比較快的 半年的時間 然後她就可以share 跟大家這樣 那我兒子真的是小學 比較早先在那個 Junior High的時候 prepare了一下 就Easy就進來了 他們都是還是很努力 學習的孩子 對 我補充一點 就是我兒子不是剛剛回到家 那我們看到 因為他現在還在上 公立學校的 Independence 在線上上課 他還全是A Stray A 這樣的孩子 但是我看到他在家學習 最大的問題 或者說他自己需要努力 和成長的空間 是他的Time Management 他的時間管理 他的時間管理 不是只是做個計劃 你能不能follow的問題 不是那個schedule的問題 而是說在他生命當中 次序優先次序的問題 是不是能夠把最優先的事情 能夠放最多的時間 首先完成 還是說先剪那個最容易的 最簡單的先做完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 是這個問題 那如果在學校裡邊的話 我們看到Stray A 我們會覺得OK的 沒問題 最多再給你增加更多的課 增加更多的可學習 但是他這個習慣 或者說他思想當中的 這個優先次序不會改變 但是我們在家裡邊 我們就知道了 我們父母知道 這個才是影響他一生 甚至是他的未來的 永生的這樣的一個 很重要的問題 你的生命放在什麼事情上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講 是非常 眼前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 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 你剛剛講的這個東西 因為很多父母 就是想要小孩子去讀書 還有什麼東西 學校是把你當成員工在養的 你未來就是要去照這個 你幾點要做什麼事 幾點幾分要做什麼 幾點可以吃吃飯 然後你的生活是怎樣怎樣怎樣 你未來都會需要一個 為什麼現在time management的這個東西 這麼多人去上課 然後這麼多的講座 因為沒有人知道怎麼manage time 小時候沒有人在教 沒有人教怎麼去運用自己的時間 但是在homeschool的時候 你從小就必須為自己負責 為自己學什麼負責 為自己拿什麼課負責 有些東西難的你可以拿 然後你要挑戰自己 有東西簡單的你可以拿 因為比較喜歡或是怎麼樣之類的 是很多東西是小孩有決定權 而且父母有決定權的 學習要怎麼樣決定自己的人生 其實是每一個人 這一生當中最大的課題 怎麼樣選擇善多過於惡 怎麼樣選擇挑戰自己 多過於把自己弄懶散 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 homeschool不僅是小孩可以學到 父母也可以學到的 那我想問你就是你們兩個在homeschool的過程當中 對你們來講身為母親 你們學到最多的是什麼 我是這樣 我呢就是說因為在學業方面教不上他 那所以在就是對美國的一些歷史啊什麼 我真的是跟他們學了很多很多 但是呢生活方面呢我影響他 因為我是搞體育的 所以呢就這個比如說毅力吧 所以我們homeschool一個星期只上一天課 其餘的六天都是自己安排 當然他是打打網球的 所以呢就是這個時間管理和自我管理 這個安排好了 然後discipline他自己 那他我兒子discipline是怎麼discipline的呢 他是早晨每天四點鐘起 他說到做到 現在他說我不吃糖 任何人給他所有他就給你扔掉 告我不吃 不是說他是說是是有有 對我有好處 可是我做這個並不是說為我的體育生涯 或他也是一個part of the discipline 我要training我自己 從小事做起 我在training他自我內心的一個強大 而且毅力做事情負責 有責任心包容 成為一個男人 我就想大家就你要培養他冠軍嗎 我就想培養他成為一個真正的男人 實際我們家實際孩子從小的時候 一個姐姐一個弟弟 但是呢從小的時候 弟弟從小只要跟弟弟姐姐發生爭途 我老公永遠都說 give to her 後來他終於會說話了三歲 就是為什麼我get the trouble 每次都是我有麻煩 因為我們倆永遠都說 因為有一天你會成為男人 就是一路下來他就知道 他知道怎麼respect girl 怎麼respect 怎麼包容 怎麼負責任 所以這個他有了這些 而且工作非常非常努力 非常非常地認真 所以他看的東西你不用告訴他 他就會給你弄起來 我說對我已經不在乎他去上什麼大學 學什麼專業 這個我已經不在乎了 他的人生一定會成功 這就是我培養他的一個go 對 世界上有很多醫生 有很多律師 有很多學歷很高 哈佛每年畢業多少人 史丹佛畢業多少人 但是沒有一個大學 在以好男人的目標來畢業的 並沒有很多好男人在美國大學裡面畢業出來 會不會經營你的家庭 會不會經營對 什麼叫愛 什麼就是 Homeschool是所有的都要叫生活上的事情 那對你來講 像說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很多家庭的問題 就是他們跟小孩不親近 然後呢 小孩叛逆期 你剛講到 你的小孩沒有叛逆期 然後Discipline 你覺得Homeschool有沒有幫助到你跟你兒子的關係 有沒有幫助到你們的家庭變得更和諧 你應該有認識就是 家庭的小孩是上普通Public school的 跟你的家庭你覺得有什麼差別 是不是你跟你們跟兒子的關係會比較好一點 我覺得這個不能簡簡單的用一個關係好一點來形容了 我是嚐到了這種甘甜 其實是這種生命的連接 更緊密 那原來在學校 因為我兒子在七年級以前都是在公立學校 都在學校裡面 那我每天我的主要的任務就是接送他做飯 然後做我自己的事情 孩子在學校呢 我每天都會跟他討論一下 但是他給我的就是一些信息而已 那過程我是沒有參與 是不知道的 雖然我跟我兒子交流的也很好 但是呢確實原來是覺得 很多根本的東西 你是沒有辦法太多的交流 我心裡面會覺得是隔了一層東西 那這一年來呢 我真的是感受到 其實是剛才接著你剛才上一個關注的問題 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學到了什麼 其實這兩個是有連接的 過程當中我是在跟他一起學習 孩子其實也會看到我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是什麼樣的態度去過生活 我是什麼樣的態度去處理問題 我是怎麼安排我的時間的 我是怎麼排我的優先次序的 但是我絕對不可能是完美的 我一定是有我自己的問題 我的軟弱 所以過程當中我跟孩子不斷地在交流 我有軟弱的時候我會跟他講 會跟他一起來交流一起來祷告 我們每天路上一起祷告的時候 會把自己要認罪悔改的東西 都全部的呈現在對方的面前 然後我告訴他 這就是我們 我們都有軟弱 我們都在成長 所以呢當你有軟弱 你自己犯錯的時候 你有做不到的時候 你覺得自己無能為力的時候 不要怕 因為我們有神 我們可以站立起來 靠著神站立起來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已經不是我們兩個親子關係有多好 說我們倆很融洽的概念 而是說彼此生命的連接 和互相的支持 這一點我是真的感受到 這不到一年的時間 我自己是嘗到了這種甘甜 Soul Power 好棒的一個 比我剛剛問的問題深入好多 感謝神 還有一個東西是 很多父母會 沒有考慮Homestool的原因 就是financial的問題 就是覺得說 啊Homestool會花很多錢 公立學 美國公立學校是免費的 Homestool的話會不會就是 又少了一個人上班 然後又怎麼樣 每個月地價稅還是要繼續付 但為什麼我們不去這個公立學校就好了呢 你們是怎麼看這些東西的 就是你們是怎麼樣做這樣的取捨的 你們應該也是可以去上班 然後賺更多錢 你們現在開的車說不定 就是更好的車 或是房子可以住更大 那你們在這個上面是做什麼取捨 然後你們有沒有什麼犧牲 對於我來說我是很喜歡上外面上班的 我覺得我精力也夠 我是很喜歡 深正在家Homestool的時候確實比上班要難 這是事實的 但是就說 誰最愛你的孩子 我肯定是最愛我的孩子 所以我為他們會付出 不僅從就是 我肯定要捨一些東西 比如說我沒有出去 我們家只有爸爸在工作 那我可能會 我就沒有選擇一個大房子 我選擇了孩子 我可以沒有選擇去開一個豪車 我選擇了孩子 是有放棄的 但是在Homestool領域當中 我可以就是給 特別是我們華人 就是說好像Homestool都是 家裡有錢有閒的人 錯了 Homestool是 像我們這個group 還有以前那個 Depal那個 都是單親媽媽上的班 Homestool 而且你看今天有一個孩子叫Logan 他媽媽是有問題的 是媽媽 然後呢 是grandma幫照顧他 還有一個小妹妹 他根本就沒有任何的 就是很多Homestool 還有一個剛才那個 等一下翻譯了 他也是單親媽媽 兩個兒子Homestool 而且Homestool是很便宜的 真正貴的 我只上了一年的私立學校 真的是的 Homestool也連十分之一都不到 我們就花一千塊錢 就可以把整個學完 哇 非常的便宜 哇 而且這是花錢 你可以不花錢 甚至你可以通過Charger School 是政府撥給公立學校錢 撥給你 直接撥給媽媽 你可以選擇這個 所以錢不是問題 就是說 很多媽媽是因為不了解 她才覺得這個東西 這是有個選擇問題 就像剛才我兒子說 你的choice leads the consequence 如果你要愛你的孩子 你想為你孩子 你想讓你孩子成為什麼樣的人 你是要付出一些東西的 你什麼都想不想付出 那你的孩子就會跟別人不一樣 哇 對 那你覺得呢 確實是 這是個現實問題 因為Lily呢 她來美國的時間比較長了 我呢 是算是 還算新移民的這一波吧 就是來了五六年 我知道新移民剛來的時候 她一定先考慮生活安定 那把孩子送到學校裡面 然後呢 夫妻兩個人可以出去賺錢 讓自己有房子 能夠生活安頓下來 我非常理解 那這個呢 也就是這裡面有一個選擇的問題 也有一個怎麼能夠理解 美國的教育體系和資源的問題 選擇的問題 剛才Lily剛才講的 就是說我們華人非常重視孩子 我們來美國很多都是為了孩子 所以當你的孩子 尤其是基督徒 當你的孩子他的生命不扎根的時候 他會被這個世界掳走的時候 面臨這樣的危險的時候 是生活上的物質缺乏更危險 還是說他的生命被掳走更危險 你就要有個次序 有個取捨 那我們身邊也不乏像那個Natasha 他們家兩個人都不是全職工作 四個孩子Homeschool 四個孩子Homeschool 然後他先生出去打工 也都是一些part time的一些工作 來供養這個家庭 他們租的房子也很小 但是他們知道孩子這個階段 錯過了就沒有了 所以他們寧願物質缺乏 他也要把這個時間 放在孩子的身上 因為真的是 這個階段過去就沒有了 當然我們可以說 神對每一個孩子都有他的命定 都有神給他們的 未來的生命的道路安排 可是作為他們18歲以前 父母的職責就是教養孩童 走當行的道 我們就是要陪在他們身邊 去教好他們 所以我覺得這個取捨 就可以知道答案是什麼了 就是你就是選擇要在孩子生命 最重要的這個階段 能夠給他建造他生命的 這樣的陪伴 第二個呢 是說美國的教育體系 其實是非常的豐富 也就是說你想要免費的資源 也到處都是 美國的整個的教育資源 就是要讓最 就是各種各樣的需求 我們說各種各樣的需求 和各種各樣狀況的人 都能夠得到他 應該得到的這樣的支持 從道理上是這樣 所以 home速庫也是一樣的 免費的資源有很多 是可以得到 只要你下決心想做 絕對能夠找到這樣的資源 能夠往前走 這是沒問題的 對 我覺得兩位真的是 告訴我們一件非常重要的東西 就是 什麼東西是你的驕傲 你的兒子是個好男人 你的女兒是個好女人 才得的婦人 是你的驕傲 還是你的大房子 還是你家後院的游泳池 還是你住在Arcadia 還是Sanmarino 是哪個東西是你的驕傲 真的是要做一個取捨 跟我們的觀眾講一下 他們如果想要home school 請給他們一些鼓勵的話 讓他們有這個勇氣 來去做這樣的事情 如果你媽媽 想要孩子成為 你想要成為的樣子 那你都說 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時間 我沒有能力 你都不行 你覺得你的孩子 會成為你要的樣子嗎 首先不是說你要做到 你能做得到的 你要做得到 你要做不到的 跟他一起成長 去做到 就這樣 我呢 想跟鏡頭前面的各位爸爸媽媽說 只要信 不要怕 因為這個世界 確實有太多太多的謊言 太多太多的 讓我們覺得必須要走的路 但是我們只有一條路 是必須要走的 就是跟從神 那作為home school 具體的這個道路來講 我呢是一個實力 就是一個新移民的媽媽 然後一開始在公立學校 現在走到了home school 而且我兒子未來的高中四年 也會完全的home schooling 那我認為 就我這個個人實力來講 我們是有信心的 而且呢 我們也願意幫助 我們華人的基督徒的家庭 任何的資源的分享和交流和幫助 我們都願意跟大家一起走這條路 感謝兩位媽媽來我們節目 真的是 It's our honor 因為我們想要有這個example 已經好久了 但是都找不到人 下次我可以分享一下 我是怎麼樣遇到 真的是一個神機 OK 我出去拿個東西 然後他就出現了 真的是太厲害了 你看 所以感謝兩位來我們節目 如果你想要開始home school 然後你有任何疑問的話 歡迎在下面 這是我們的email 然後呢 你寄email來 然後把你的資訊告訴我們 我們就會forward給這兩位 有經驗的媽媽 而且他們的經驗是寶貴的 任何的資訊 任何的資源 然後他都會在這邊分享 所以說各位請 善用 然後請寄email給我們 好 感謝兩位來我們的節目 我是Ethan 我是Lily 我是Sunny 謝謝 I is 好 我們下次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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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